丁不三追不到石破天 无意中就遇到自己弟弟丁不四空手和白万剑打着 打得危危苦 于是他就挺剑上前帮手 但是他就这么说 白万剑 现在是我和你单打独斗 丁老四又是和你单打独斗 不是我们两兄弟一起来打你 老四叫我不要出手 我不听他说话 我叫老四退开 他又不听我说话 我看你不顺眼 要教精你 老四又嫌你黑人争 要掌你几巴 我们各有各打 不要说我们丁氏相红 二二打一 这样叫就单打独斗 谁人都知道丁不三无赖 幸好白万剑够老定 人又够实际 就免得和他斗嘴 一味严密防守 后机会反击 其实他被两大高手夹击 也不到他分心说话了 三个人好像走马灯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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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排 那把剑跟着回剑横削了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 右脚被丁不死手掌当高 咯声 重重剁了一掌 蹬蹬 连吞两步 脚步狼瘡就机会扑低 有个雪山派弟子 见到发山矛 不要伤我师哥啊 一路挺剑尼帮 左脚刚刚踏入丁不三滑的圆圈里头 眼前白光一闪 啊 一把长剑游 胸口入 背霉出 他已经被丁不三一刻剑击死 另外两个雪山弟子 又惊又生气 等等声又冲又圈来报仇了 吼 丁不三大喝一声 跳起半空 吼 长剑游上高向下一上 同时左掌打出 剑锋落柱 将一个雪山弟子从右边肩头 就削到去左边腰筆 好像打邪切勾 那样就切开个人两边 同时左手那掌呢 就扣到另外一个雪山派弟子头壳顶 啊 个人当堂软软软的躲低 个头由前面就领了过去背脊后边 颈骨断了 嘿 这样被领断了 就算华陀翻山也没得够了 哇 丁不三眨一眼就杀了三个人 石破天躲在一边看到 吓得鼻子都没肉啊 面青口唇白 丁不三借着鱼威 腓鲁把剑就好像狂风骚雨 那样攻了百万剑到 打打下 吭吭两声 大家把剑就同时撞断 两个人又一起将手中的半角断剑 扔过对方去 同时蹲低头避开 嘿 两个好像夹过来那样 齐到什么那样 一样这样的动作 一样这么快速 又是一样生死就差一线 百万剑先头右脚被丁不四剁了一掌 步伐立了很多 又再没兵器 当堂被动挨打就没得还手 又有两个雪山派弟子 盼死冲入圈来想救百万剑 丁不三就对丁不四说了 喂 拉美啊 等你来搞定那两个坏人 今天我已经杀了三个 够了数了 丁不四就笑笑口说了 哈哈哈哈老三啊 你你你你也有求我帮不帮手那天呢 说完 他居然不转身 左脚向后一撞 好像黄狗射鸟那样 啪啪 分开踢中两个冲油圈的雪山弟子 踢到他们好像只要那样飞出几丈远 跌落地那时 咦都没咦声 原来早就拉了柴了 这阵时丁家兄弟杀人杀都红了眼 对着白万剑 脚踢手打 小胸甲狼 白万剑 急急急急 沉着应战 一步步就退出圈外边 突然 哎呀 一声 右边肩头这么不幸 被丁不四又刮一掌 右手就当堂低不高这样 看白万剑就那么大了 这阵时石破天看到热血沸腾 忽然间大声这么说了 你们不要杀白师傅啊 一字讲 就一时顺手放下阿兽 扔了插在腰间那把烂柴刀出来 蹦蹦蹦蹦蹦蹦蹦 由树后边就走入圆圈里 丁不死照旧不转身 后脚啪声踢出 石破天右脚一硬 轻飘飘 就运他头壳顶飞过 落在他前边 用的正是阿兽先头教的轻功 再说丁不死一脚踢空了 咦 他面前多了个人 什么 大肉肿 原来是你 石破天就说了 是 是我 三爷爷 四爷爷 你们先头杀了五个人 不要再杀了 丁不三就说了 蹦蹦 那天被你在船上走掉了 原来躲了来 于是 你现在出来又干什么 石破天就说了 我来劝两位老人家 结少些冤家 现在你们赢了 就得谣人处扯谣人 又何必赶进杀绝呢 丁不三和丁不死一听 咔咔声笑 笑到停住口 笑了牌 丁不死就说了 老老老老老老老三 这条人 有仔学人做嫁良 啊 肯定是 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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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破天 没理他那么多 拿把烂柴刀 挑起地下一把长剑 奉给白万剑就说了 白师傅 你们雪山派 一定要用剑才行 白万剑 看白自己就要死在丁家兄弟手下 发梦都想不到这个反骨仔 石中了出来帮自己手的 我心当堂好像打烂个五味情一样 酸甜苦辣咸 什么滋味都有了 他接过长剑 即时又精神斗手了 这些人丁不三就骂石破天 说 顿坤 白万剑想抓你回去处死 当日如果我不在土地庙够你出来 你还有今天这么丰烧 石破天就点下头话 说得对啊 爷爷 我是很感激你的 所以呢 我是来劝白师傅得摇人处扯摇人而已 那个丁不四就整天 怕着石破天 说出在小船上打败自己的事 好想一掌打死他灭口 他立刻就说了 你在这儿车天车地是不是 刚刚说完就一掌打过去 这次没有屎婆婆在那儿炸住 他无所顾忌 这招黑云满天 是未曾打过给石破天的 百万剑就当然不想石中玉就这样被人打死了 立刻挺剑洗招 脑枝横斜 云侧边刺出去 石破天柴刀一落 洗出招 长者折枝 去斩丁不四只手掌 说得有奇 这一刀一剑的招数本来是双黑 合拼使用 果然威力大增 杀时之间 将丁不四就笼罩在刀剑底下 丁不三就大叫 赖尾 忍住啊 但是刀光剑势 伶俐无比 他几次想插手双帮 可惜一双凶手 怎么敢深入那幅刀剑绩成的光网道呢 丁不四也是吓了惊 危急之中一个滑地沙 滑了出去圆圈外边 站起身的时候 见到空中无数白痴飞舞 一摸下巴 哎呀 整堆胡桑先头 被人一刀一剑就削感大半去 这魂真是老猫甩甩甩 丁不四又惊又生气 丁不三是恶大言 百万剑亦大出意外 就得石破天 还未知自己先头那招 内力深厚 刀发精妙 已经令当世三大高手 大为震惊 丁不三见吓人入 急于执起一把剑 叫丁不四也拿兵器开打 说完 他带头挺剑 攻向石破天 石破天始终都没有应变能力 看白人把剑挤到来 即时放了手脚 就不知洗哪招对付才对 白万剑就快洗招明驼西来 从旁边帮他手 咦 这一剑就提醒了石破天 立刻洗出一招千军压驼 拿刀背从空中压下来 他把柴刀顿而已 不过内力沉重 丁不三当堂有点顶不顺 好处丁不四已经 戳了腰间那条金龙九尖边出来 抢着来救他 丁不三才乘机闪开 好了 石破天这云醒水了 只见白万剑洗一招 风沙网网 他就立刻跟着洗大海沉沙 一刀一剑配合得天衣无缝 上次有狂风黄沙之重压 下如有鹿海红兔之空涌 石破天内力惊人 所学的武功亦十分精妙 就是练得少了 又没有临场应变的经历 眼见对方出招攻来 自己不知出发什么招应付才好 他所学的禁污刀法 除了最后那招之外 朝朝都是针对雪山剑法 屎婆婆教他那时 也总是跟雪山剑法合起来指点 这阵时他心慌慌就不空想那么多了 总不知见到白万剑出什么招数 他就跟着洗一招相应的招数 故此白万剑洗脑枝横斜 他就洗长者折枝 白万剑洗明陀西来 他就洗千军压陀 那又真是盲弓跑马射蚊素 无意中被他撞到正 这套金污刀法虽然说是雪山剑法的黑星 但正因为伤客 那一到联手并用那时 竟然将双方招数里头的空党缺陷 就全部弥补了 变成了一套无懈可击的武功 石破天自己还乌蛇蛇 但是几招一个 白万剑就看出石破天那套刀法 和自己的剑法联成一戏之后 简直是无坚不摧 他都很恶言 我们不三不四的兄弟也早就看出了 只不过两兄弟不肯认输 还想拨下石破天这套古怪的刀法 招数有限 故此两个打醒精神苦苦支撑 白万剑也经着石破天是 晴咬金三板斧 时间一长就无聊到 眼前的形势 是必要速箭速决 当时他立刻使出一招 暗香朔影 长剑刀下刀下 剑光若有若无 这招是雪山剑法中最精妙的一招 往往伤人在不知不觉之间 再看个石破天 他柴刀横伤 仍是猛地抖动 这招鲍鱼之士 耐力从四面八方涌出来 果然无奈只听见 两声 丁不四肩头中刀 丁不三手挂中劍 两个十声轮转身就跳出圈外 丁不三礼手拖着叮当 急急跑入东边树林就走甲不透了 丁不四就走了上去西边山后 来远还听见个鬼杀这么吵 白板剑 老子看在你妈份上 今天摇你一命 下次遇到就没人情讲了 不三不四走了 这里就剩下石破天 和白板剑地 但见整地鲜血 青草上面摊着五条丝鞋 雪山派弟子 你望下我 我望下你 又惊又悲 又是满腹疑团 白板剑拿眼尾 看着石破天 一时间痛恨 悲伤 惭愧 丁幸 惊奇 佩服 百感交集 而最多的 还是感激的意思 如果不是这个反骨仔出手 雪山派十几个人 今天就要命丧止烟倒 想起丁家兄弟先头出手那种狼胎法 现在都更心寒 唉 白板剑出力 吐了一口大气 然后他才问石破天 这套刀法是谁教的 石破天就说 是屎婆婆教的 总共有七十三路 给你们雪山剑法多一路 朝朝都是雪山剑法黑星 唉 真是心直口快 招人责怪 白板剑一听 句句硬意 哼 照照都是雪山剑法的黑星 哪个屎婆婆啊 口气这么大 屎婆婆是我们金屋派的开山师祖 她是我师父 我是金屋派第二代大弟子 石破天就正山卡那里扔出来的 哪里懂什么开山师祖 什么门什么派那些啰嗦的东西 总不知人家这么说 他又学着这么说 是的 但是白板剑越听越火滚 你不认师门就算了 还改头什么金屋派门下 金屋派 金屋派 未曾听过 武林中有这个字号的吗 石破天还未知人家忍着火 还拖屎不出都说出来 我师父说 金屋就是太阳 太阳一出 雪就要融 所以雪山派弟子撞到我们金屋派 就只有 只有 咦 说到嘴边 他才想起后来这句说话 不在雪山派弟子面前说出来 这件白板剑的面色 还不黑个锅 我雪山派弟子撞到你金屋派会怎样 说吧 石破天另头另计地说 都是不说了 说出来你一定不喜欢的 我都认为师父说得不太对 你不说 我帮你说 是不是只有一败途地 望风而途 我师父的说话 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白师父你不要生气 我师父或者是说笑而已 不是真的 白万剑右手右脚都被丁不死手掌剁中 这阵时又冤又痛 已经几辛苦下了 不过石破天 巨巨都浪在雪山派的 他又怎么忍得下呢 一举长剑就说 好 让我来领教一下金屋派的高招 看看怎样朝朝都是雪山派的客星才行 但是他一举高把剑 整只手扯住 痛到个冷汗直飙 机会连剑都抓不稳 这阵时有个叫包万叶的雪山弟子 你趕快走出来 姓石的 你不会认我这个师叔的了 等我来接你的高招 说完百万叶剑剑交左手 成石的 出招了 石破天 震用剑挿手剑灵头 不可以 你手都伤了 我们不可以 放车我一定打你不过的 白师傅 你敢浪费我雪山派 反而无胆给我尋 八萬劍不理三七二一,一招霉雪爭春,劍剛點點就蓋到石破天頭殼頂。 他雖然左手洗劍沒有右手那麼靈,不過也差不得多。 石破天見頭殼頂劍剛閃閃,逼著舉起柴刀,還了一招霉雪逢下,攻弱點就擋胸癖。 咦?果然正是那招霉雪爭春的黑星咯。 嗯?八萬劍打了個凸,不等那招霉雪爭春洗腦,急忙變成胡馬月嶺,石破天照著來招看將黨關。 咦?八萬劍不見對方這一招受得非常嚴密,不止封住了時機出劍的部位, 還好似有厲害的後雀筋尾,咦! 立即轉下手腕,就變成一招明月薑笛,石破天就變為赤日金鼓。 咦?八萬劍又打個凸,眼見他柴刀直不得攻進來,正對準自己這招最弱的地方,連王又似變招了。 咦,各位,石破天用這套金烏刀法,最後打不打得贏八萬劍呢? 明天再說了。